中国片面改变M03航线 引起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副主席 德维莎不满 在直讯台上大动作谴责北极 破坏2015年两岸的协议 美国参议院友台 捍卫台亚和平 法国成了欧洲定位 跳出来挺台的国家 外交部获速发声明感谢 但蔡政府已禁止组团 附中旅游反制 前总统马英九却把炮口对准自己人 其实是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的吗 对啊 这根本不需要那么大张轻鼓在这闹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 从来不跟大陆沟通 真的我觉得非常奇怪 怎么会有这样的政府 民进党当然愿意跟中国来沟通 问题是 只要习近平不改变他的霸权思想 不改变他的战狼外交 任何国家 目前大家都要联手抗中 回顾这条M503航线是中国205年擅自划设 因为距离海峡中线只有7.8公里 引发争议 最后在马政府的一通电话下 修正偏系后 M503南下航路才正式启用 但也遭来上权入国的批评 如今中国片面决定不再偏袭飞航 不仅威胁我国空防 也冲击两岸关系 面对中国一再挑衅和步步进逼 台湾不可能坐以待毙 禁止组团附中是反制 更是自爆 没选中的